1995年泰森的一场拳击比赛上,出现的穿越者手持智能手机,1995年8月19日麦克泰森对战Big McMillay比赛开始后,麦克尼利一上来就想用气势压倒泰森,但后者毫无悬念地暴打了他的对手,一回合都没打完就揍他下了对方。 但他俩都不是主角,在这场结果不出意料之外的比赛里,摄像机却捕捉到了意料之外的奇怪东西,没看出来就再来一张合照片拍完就放下的相机不同,这家伙一直举着这个奇怪的装置,那年头的相机都是这样的或者这样的。 1995年你单手举个这样的是怎么个意思,仔细看,他的摄像头还不是在正中间,而是偏向一边,这样的设计在1995年是不是有点前卫呢? 现在我们隆重推出我们的一次穿越者,1995年8月19日麦克泰森对战Peter McMillay比赛的观众讲,真有兴趣的朋友这可去搜索这场比赛的视频,比赛看得很爽, 麦克尼利这个二货上来就和泰森对攻,很嗨的样子,最后被轻松搞定,颇喜感。